我们上节课讲完了说 那个万事万物啊 行窍不同 七生各异 它取决于我们的 内在的这个 自己的形状 从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介遇 说用 声音来介遇 我们人的境遇 说我的命是什么样的命 风刮过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声音 就是你在宇宙规律运行的 这个道的运行当中 你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取决于你的内在信念系统 这个信念系统就是我们的行窍 你有什么样的行窍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窝洞 风经过你时候 就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 一切呢 我们要向内求 你改变了内在的意识 你的维度 你的格局 你就会改变命运 外界的事物 是随着你内在的意识 不同而变化的 其实我们总结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能量 这个科学的意识是一样的 当你的振频 振频就是感受啊 对事物的这个觉察之后的那个感受 决定你的振频 振频就是能量啊 能量的高低 就影响了宇宙对你 的呼应 说宇宙反映你所事吗 所以说 很简单我们理解 说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任何事物的发生 都是因为你自己 这叫自作自受 我们想要改变命运 只能从内在的意识出发 从这找手 所以说我们下面呢 庄子就用了另一个自然段 来讲了大智慧的人和小格局的人 他们的生活表现的形式有什么不同 说大智慧的人说话的时候啊 他是虚淡的 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顾虑 这个很简单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小智慧的人呢 他会有取舍 就是我们会挑着说 分人说和该说不该说 那大智慧的人在说话的内容上呢 表达出的是炎炎的状态 就是像烈火 那个烧过这个荒野一样 一走一过 非常清晰 没了 我说了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非常清晰明了 心怀坦荡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游蚁 而小智的人呢 他说话呢 是什么 他是说来说气 车骨落话 不说重点 因为他怕犯错误 还有就是 不能跟别人这个抗辩 你说啥行 你说的也烦也对 这是 这是这个中言语上的这个差别 那下面呢 他又列举了说 睡觉都不一样呢 大智慧的人睡觉 躺着就睡着 憨声如雷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像大英雄都是这么 这个小说上都是这么描写的 那么 小智慧的人呢 他就会在梦里都想着心事 锁着眉头 都睡不好觉 那么下面这个是 我们在与别人这个交际的时候 大智慧的人 他是心如日月的那种状态 非常的这个自然 光明 而小智慧的人呢 他是长着掖着 算计着 毛化着 是这种状态 深沉 这个心急 大智慧的人 在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 恐惧来临的时候 他们是虽然沮丧 但是他是反而放松下来了 因为我们用功课 就可以让我们还在那种 无条件的快乐下 但是呢 我们还轻松的面对他 这就是大智慧的状态 而小智慧的人 我们平时没有功课 没有这个能力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会醉醉不安 惊悚 惶惶不可终日 那下面呢 是对于行动上的 行动呢 更是敬畏分明 我们在与别人 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 工作上合作的时候 大智慧的人呢 是守信仪的 只是口头的 他也会非常地坚守 而小智慧的人 他是想要做什么 是看情况 随时就可以变化 而且呢 非常的狠辣 毫不留情 后面呢 就是性情方面的事情了 就是小智慧的人呢 他就会像 这个秋冬一样 他人就会 越来越 削减 越来越 衰败下去 他沉溺于 自己这个 自以为是的 这个 所为之事 做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说 这样的人 我们 怎么做 也没法 把他 救出来 他就这么个性情 就这么个小格局 心呀就这么小 你想让他 这个放开 别这么这个什么 他也做不到 那么 到老的时候 他像被绳子 捆住一样 越老 越糊涂 我们说 这就是近死之心 就接近于死亡的那个心 他是 没办法 让他 恢复 高能量的 那么下面 举了12个 关于 性情的 那种形态 说喜怒哀乐 滤碳变折 摇曳其态 就是我们遇到 这个各种 喜怒哀乐 各种 好事 坏事 的时候 两种人 他的反应 就更不一样了 所以说 庄子说这一段 一大段的这个描述 他在说什么呢 说 月出虚 蒸成菌 说 吹笛子啊 是从管子 那个空虚里面 出来的声音 湿热的气 蒸腾 能生成那个 像菌类的 像蘑菇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 在眼前 日日夜夜 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万事万物 包括人 我们刚才 看到的就是 他描述的这些人 我们会 像亲眼看见了一样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人群里面 历历在目 我们每天都 看到各种事情发生 各种人 来来去去 但是 我们却 不知道 他是为什么 会形成了这样的状态 所以说 庄子说了 哎呀 算了吧 算了吧 我 我要是告诉你这个道理 其实你一下子就能明白 然后下一段呢 就是在说 这些都是因为什么 形成这样的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我们平时评论事物的时候 会随着 读这一段的时候 会随着他 庄子开始评判 说他说的是那个 那个人的状态 他说的是这样状态 我以后可不能这样 我懂了 其实庄子 只是在陈述 这一切的呈现 我们无法左右 别人做什么 我们改不了自己 也改不了别人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 你都无法改变事物呈现的这个形态 仿佛有那么一个无形的手 你又看不见这个规律从哪来的 命运之手 他没有形状 也没有技可循 但是他就是 一定是存在的 因为万事万物 怎么就成 他就这样处理问题呢 他就怎么就这样处理问题呢 他咋就有这么高的能量 大智慧呢 这个我 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说了一句话 我要是告诉你 一定马上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 我说一句话 他就接近于真相了 什么话 说非彼无我 非我无所取 是一进 这就是接近了答案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和彼 就是一个成对的 相对存在的事物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小智的人 他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命运 他和这个外物 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存在 我们说任何事物 他的这个存在 都是相对存在的 他只是事物的表现形式 没有什么 那个差别 就是没有我 就是没有我这面 这面事情就也不存在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道的规律 我们说了 万物是什么 赋因而抱扬 任何事情都是成对的 不是对立的 是成对的 对立 我们非常容易误去说 庄子说了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 我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对立的 好坏 对错 没丑 善恶 都是对立的 不是 是相对的 就是有正面 才有正面 互为共存 没有正面 也就没有正面 他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对立 说我和手机 没有手机 就现在和我和手机 是相对的一个阴阳 那没有手机 就没有我 因为我们现在在发生 这个服务的 这个互动 我和这个物 共振 叶维莲说 宇宙就是 最后总结 宇宙就是人和人 人和物 物和物的 共振 我们说我们跟 我和手机 是一个相对的存在 就是我和手机 共振 这大家可以理解吗 的 就是 我和手机 材料